今天的360歪一行 带您来看到则是在北头有一个湿穴 其中有一位制作湿头将近90年的老师傅洪来望 他曾经做过数千科的台湾开嘴湿 也被称作是湿头望 而现在也统统都是传给了儿子洪文定 宫庙出镇 裸骨 偶像缺一不可 活灵无限的湿头踩出七星步准备拜妙继神 焚烧金子正在请经的就是北头湿王洪来望 今年高龄98岁做湿头已经做了将近90载 9岁那年拜湿学艺为了赚钱养家 后来也学做袜子 17岁那年又向日本人学香芽 但他还是中情湿头工艺 到现在已经做出好几千颗湿头 还得到了国家新传奖 虽然年纪大了 已经交棒给儿子洪文定 但还是会忍不住寄养 寿寿好水 要睡啊 这个要睡啊 这个要干活啊 有啦 我知道 我做完了 他不会在我的前面他来动 他就利用 换我在休息的时候 他就自己会手痒 寄养 他就会自己过来动一下 洪文定是北投狮王第二代 今年五十一岁的他 从小跟着爸爸打鼓舞狮 负责量也会打拳过过招 同样练着一身做湿头的好手 要做出气宇宣扬的湿头 没想到吧 第一步就是要会玩女吧 泡水泡了一个月的泥土 瀝干之后再来塑形 先围出湿头轮廓 然后开始捏出骨关还要把土模表面弄光滑 干燥之后再贴上七层骨胎 你比较阴湿的话那就要三四天 原本你贴上一层就要整个咬干 对…或者三四天 对 你把里面都很贴 对 要把里面的那个全部都要挤得平平的 对啊 像这样就不可以 这都要用到便宜 把通气 对 把通气 不过你会碰到 确定完成干燥之后 还要把里头的泥土 用铁锤和枣筑挖空 装上木头手把和竹子编成的嘴巴 外加五面小镜子才算初步成形 五色镜再加上红黄青三色失踪 号称能够破煞 再经过彩灰和开光 才能做出一头盛失 瞧 可爱的八卦是两只耳朵 树的好俏皮 禁闭辉煌的独角狮 既华丽又贵气 经过至少五十道手续 这么费工做出湿头 背后却有外援 不知道的心酸 心酸啊 做这种事情 很累啊 很累啊 没得赚钱啊 就 四大人做嘛 小孩也要跟我们熬了 高兴也开心就好了 他跟眼泪拿起大刀 裸骨声中 祈福的沙尸戏马正在上演 只见狮子一会左右滚地 玩得很开心 一下又填起尾巴 准备晋升拜庙 这一回狮头狮尾缩成一团 准备胆小盾 想要舞出好架势 可得先练真功夫 拳拳到位 伸手俐落 这就是红文定推广的太祖拳 因为如果不会拳法 武士架势自然也就难看 只是握在手里 一个个心腹做好的手工湿头 却被其他商人大量付给来卖 也让这一项传统工艺 越来越难维持 像说这只塞堂 如果是说五十年 六十年 甚至一百年 它会鸡鸡鸡鸡鸡鸡 那不然经过几百 几千人 一些老塞夫 一些前辈 会像缸穴房的问题 还有这个鸡鸡鸡 你看看 所以我们要缸刷的东西 那是没有鸡鸡 放弃原本收入好的 踪磕栽头衔 一胡闹投入湿头世界 这一种传承文化的使命感 似乎就是推动它的 最大关键